视频开启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住过1.8亿打造的豪宅别墅吗 在你们家乡的农村 一般住间房有多高有多少层呢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诚 今天在湖南昌州发现一堵豪宅啊 前低后高一栋欧美风格一栋八层的高楼 我就称它是摩天大楼吧 在农村你们见过有七八层高的住间房吗 在这个村庄啊 就有一幅人家建起了一栋很高的高楼 大家看一下我背后这栋高楼有八层高 装修风格真的是太奢华了 不但非常的豪华 连外墙贴的石头啊都是外格进口的 从无缘机的狂拍的画面我们来看 可以看得出来 这栋富丽堂王的高楼是拆掉老房 卷心房 立在村中央 格外的耀岸啊 不但灿烂躲物而且发力奇特 从楼顶上种的树物和庭院的植物发草 游泳渠几凉亭等等 还有那几尊从泰格五百万购买的大象千里马 有点类似西松板那的蓝亭别院 既新奇又罕见啊 的确让人大开眼盖 哇 这里好美啊 独特的风情亭样美轮美万的 让人仿佛来到东南亚的感觉一样 这栋高楼啊 每一层的装修风格啊都不一样的 主要的特点就是伐历高雅精美 结合了东南亚和欧美的风格 呈现给人民的视野 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美轮美万的 据说村里很多人去参观啊 都看得眼巴流乱 站在阳台高处 既高无上啊 瞬间就让人信心百倍 打开窗户就可以欣赏整个村的风景 同时啊 你也成了别人欣赏的美景了 因为卷着外观与众不同啊 路过这里的人呢都会 多看几眼这栋高楼 老板回家了看电视什么车吗 那个路幅啊 你看一看 你看一看 哇塞 好漂亮啊 你看看 一二三四五六六层啊 走进屋内呢更是一步一风景啊 不懂得欣赏的人呢 那就是主人老板收藏的那些古董啊 每一件都价值不非 很多古董百件我们见都没见过 总之啊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突然间呢就想起了某房地产的最牛广告出 我读给大家听听啊 跟这栋豪宅啊很相似 成功人士巅峰住宅 风情庭院 坐拥临水美景 尽向贵族至尊 四家丛林养生秘境 入户十米长廊 楼阁庭院密集的拥有 哇塞 川普林林养生秘境 把他知道了 让他给大家来看看 这个东西 就应该来看一下 我现在想过 我好像是这么小的 看到这里 听到这里 是不是贫空像进了我们的想象呢 这是多少人梦幻以求的巅峰住宅啊 说真的 这样的住宅房啊 谁不想拥有呢 我看见了就想搬进去住了 在农村啊 能够建设这么好看的楼房 可以说是恢复即贵了 那么究竟多优秀的人才能建得起呢 大家可以先收藏点赞 支持一下阿诚 咱们接着往下看好吧 吴燕姬呢 从高空中浮汐 这栋住宅房看起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霸气 可能是因为它的卷座比较高嘛 面积也比较大 周边矮小的房子更是臣服了它高高在上 正是于众不同 非常的有魄力 看起来啊就有一种高大威猛的感觉 成了整个村独一无二最高的楼房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栋楼房的前后左右 周边的楼房跟它一对比啊 那简直就是小屋建大屋啊 名史就不是一个等级的 看到这里也使有人会疑问了 在农村为什么要卷这么高的楼房呢 难道是为了面子吗 让人知道它的实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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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可以发挥一下你们的想象力 有没有可能家里人多啊 或者兄弟姐妹凑合在一起 每人几层 所以呢就叫了这栋摩天大楼呢 其实啊这些都不是哦 原来啊主人是本村一位90号姑娘 因为这里流油资源丰富嘛 村里啊要有天然的温馋 又是啊他看到了商机了 就放弃了一线城市年薪百万的收入 通过招商投资永租了两亿 花一点八亿把自家的房子啊 打造成民宿酒店 剩下的呢就拥有流动资金 就这样啊一栋摩天大楼就呈现在村里了 成了全村全镇最高的卷筑地标 不知道你们的家乡农村 有没有这么高的楼房呢 欢迎大家下方评论区交流一下 我们下期见拜拜